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建商任了交易冷 打房没人是赢家 一区孔线价格战 2022年房市售外来因素 面临多空分歧 以目前预售屋试矿来观察 2021年房市大多头 即使遭受疫情干扰 中部预售屋成交比 曾达到5比1的盛况 不过近期根据试调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预售屋每周平均来客 人数仅剩个位数 成交比也扩大至20比1 专家表示 受政府政策影响 近期房市买卖双方呈现观望状态 将持不下 买气明显冻结 下半年不动产走势预测 将成三大趋势 首先是下半年房市推案量 将维持在量缩价为扬状态 其次则是因原物料涨 缺工造成的延迟交污潮 将趋于严重 最后在面对缺电极端气候 净零排探等议题发酵下 ESG永续绿建筑将成为未来建筑设计规划的主流 目前推案速度有放缓迹象 由于集中推案的情形减少 去年大幅落后的工程进度 也可较为顺利地地延至今年完工 预计将有大量陈屋流入市场 恐出现预售屋与新陈屋竞价状况 专家表示台中预售屋房价高涨 新陈屋与预售屋出现房价断层 目前市况来电 来客量骤降 但新陈屋却因总价与同区域预售屋房价可差到300万的价差 预测 未来在新屋供给量大的重化区将会出现价格战 不过专家认为目前整体的土地价格仍在高原期 加上全世界的通膨持续 下半年的新屋房价还是会微幅上涨 大幅修正机会不高 所以他建议政府松绑民众贷款限制 如持有10年以上建品50平以内 不应受3户以上贷款4层限制 另外中台湾豪宅现贷天花板4000万的认定 六都应一致 专家也透露最近工会很常收到会员的反应 前两年预售时卖的好的案子 近期结算 建商利润变少甚至赔钱的惨况 这些情形都可能造成地盐交屋的状况 也建议交屋地盐应有沟通平台 缺工严重造成恶性加价抢供现象一日不解 地盐交屋的状况更难解 那专家有提出 应及早解决缺工 接受难民短期 竞速引进外籍劳工等方式 这波打房有成效 但也出现反效果 如果央行现代令让中小型建商经营陷入困境 资金面临锻炼 建议应该要适时松绑 否则不论建商或消费者将没人是赢家 他现在这个新陈屋这样子 那两年前那些暴潮的蛋白区 不就是真的是即将可以去看了呢 其实没有错啦 就是你可以去开始看啦 那是不是这个时间下手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啦 你说看好向好目标的那个人下降 对啊你可以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大概是在两三个月前讲的嘛 对不对 好像不止喔 大概三月份的时候讲的嘛 通膨开始 对 从从升息 第一次升息的时候 我们就就比较明确的讲嘛 对 那 呃 回到刚刚前面我们几则讲的新闻 嗯 哦 你会不会觉得 那这个新闻就告诉你 现在就是量在缩啦 对 对不对 那一下又创高价 一下又什么的 那就跟你讲嘛 现在市场就是在量缩嘛 嗯 好 那量会先价而行嘛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的量不够的时候 你的价格就会受影响 你的量多的时候 你的价格也会受影响嘛 对不对 嗯 好 那现在的推案量少 那也就是说 来市场看房子的人没那么多 大家信心不够嘛 但是他虽然他的量变少 但他价格现在还不想降嘛 对 还在轻的嘛 嗯 对不对 爱要不要的嘛 就是现在是这个过程嘛 那你说 他里面有提到说 把民众的放贷的 这个条件变宽 我 这边我有持 就是不一样的意见啦 因为讲打草房 对不对 因为他刚刚上面讲打房嘛 对不对 其实政府的讲法是说打草房 但事实上 草房真的有打到吗 好像没有打到很痛嘛 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对不对 嗯 这个他的增加的税收 其实是转嫁到最后的 自主客身上嘛 是吧 然后再来是 那他们也赚宝宝退场嘛 那现在是因为 可能景气的关系 后面接手不足的问题 所以投资客慢慢的 就是有观望的心态 嗯 这个观望的心态 就会让你的销售速度变慢嘛 而且本来是预期说 有可能会预售屋不得换约嘛 对 对 所以他们会紧张一下嘛 是不是 但现在又没有确定说 一定要通过嘛 还不知道嘛 好 那这样子状况 其实投资客没有什么被打到嘛 嗯 那你现在如果说 你又要开放第三户 第四户的 这个房屋贷款 是不是又可以让有些 可能原本有 这个有点钱的人 他可以去买第三户 第四户了 嗯 那是不是又 好像你是在放宽 可以炒房的条件了 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 就是说这个前提 好像是要救产业啦 没有错啦 因为我们也是相关业界 我们也希望这个业界是好的 但是 这样子的状况 感觉你 不是在打炒房嘛 我反而觉得 他的银行贷款条件 放宽 应该是 真正年轻 或是名下没有任何房子 或是就是你要去调查一下啦 就是你只能一户 嗯 那也许可能很难 很难严格执行啊 好了不管你个人就是一户好了 你那一户 哦就是 你的贷款层数调高 我觉得这样的放宽才有意思 也就是说我名下没有任何房子 嗯 而不是说我名下的贷款已经缴完了 哦 我已经持有一间房子 然后我现在来做买新房子 我的贷款是属于首购 不是这样子的 是你名下没有任何的房产的状况下 一人限购一户 我的贷款 乘数给你到九层九五层 哦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嗯 这样是不是让你很多买不起 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房价太高 买不起的人 他有机会来买房子了 嗯 而不是去照顾那个名下已经有房子 你给他第三户的 这种贷款的 空间 对啊 那这干嘛 对不对 嗯 你就让甚至年轻人 可能真的很年轻的 就是 全额带 全额带可能有点 九五层 可以吧 试试看嘛 嗯 或是九层嘛 嗯 让这些年轻的有机会 去买房子嘛 嗯 为什么不说 这个方向呢 要去调整 这个第三户 可以 可以贷款 对不对 嗯 这个方向我觉得是 有点怪啦 那可能是为了振兴产业啦 就是说 哎那这些的人 他是比较能够快速决定买房子的 对不对 他已经有买房子的经验了嘛 甚至他有炒作的经验了嘛 嗯 那你为什么不让 从来没有买过房子的人 也有经验 对啊 他好贷款一点点 嗯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许是 比较好的调整方向嘛 对不对 然后 我觉得像现在 没有 就是再来说 他要开放外劳进来 那你当然可以看一下 譬如说 很多国外的市场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 当他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 他有很多工作 是在地人不愿意做的 他就开放一些移民啊 外劳啦 等等 去那边做 对不对 嗯 那以我们比较近的 你就看 譬如说日本嘛 日本其实有开放不少的 这个外籍劳工进去日本工作嘛 那有些那些工作是日本人 他不愿意做的嘛 对不对 嗯 好 但开放 因为我之前也有讲过 对于开放外劳的这个 这个看法 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 这只是因为基于个人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把多点工作 留给我们台湾的人 但是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方式是 你可以去提高 这个工作 他的社会地位吗 有没有机会呢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有 因为举个例子 今天他能够做手机 手机他不会影响到 我的生命安全的 这样子的工程师好了 设计师好了 嗯 我们会觉得他蛮屌的 对不对 蛮厉害的 可是今天在盖房子 是关系到我一个家的幸福 而且我要花20年 甚至30年 甚至40年的钱去买的 这样子的产品 然后关系到我的人身安全的 这样的产品的工人 他却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 那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 让人家感觉 那我就不要做这个啊 对吧 父母亲可能在希望小孩子 也不会希望小孩子 做这件事情嘛 那就会无形中形成一个 他是一个社会地位低的职业嘛 嗯 那你有没有机会让他改善呢 就是说假设未来 那个这个 比如说你可能也许有个 简单的简定考 通过这个考试 你才能成为建筑人 不要讲工人好了 建筑人 因为他不一定设计的人 就特别的 的了不起嘛 实际上做的人 他也蛮了不起的嘛 对不对 你稍微提升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社会地位 然后我相信现在的工人的薪资 也不算太低啦 那我相信应该会有部分的年轻人 会愿意从事这个行业啊 对不对 因为大家会注意 在意说这个名字讲出来 好不好听嘛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思考的方向嘛 嗯 哦 是不是 那譬如说他可能 你给他一个 比如说技师 这样子的一个认可嘛 那不管是他的薪资 或者是说他的 不管劳保健保啦 等等你去健全 这样子的建筑工人的 啊 或建筑技师的一个 呃 就业市场 那是不是有机会 先提升 这个建筑业 在现场盖房子 这些人员的 一些社会地位 嗯 是不是更有机会 让有些年轻人 愿意去尝试做这些事情 嗯 对不对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 喜欢的工作 都感觉是 比较职称好听 嗯 可是那个职称 生产力并不是很够的啊 对于整个社会 实际上实质生产的东西 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啊 嗯 对不对 那就变成是这个是 整个文化导致的啦 大家都喜欢做这样子 哦 名字好听 然后比较虚的东西 嗯 那实际上 他有实际产出 价值物件的东西 却没有人愿意做 然后要找外劳 来做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 但是 以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你未然难以避免 的确是会要慢慢开放 呃外劳引进进来 来做一些呃其他的工作 但是我我是觉得不要一下太多嘛 没错 先调整看看 嗯 也许有机会吧 这只是个人的想法 好不好 针对以上这几点 我觉得我最有意见的 还是在那个贷款的部分啦 嗯 哦 应该是针对 年轻人 呃 而且名下没有房子的 他不一定是年轻人啦 他可能工作到四五十 所以他第一次要买房 很辛苦了 那这样子的人 你不给他多带一点 层数高一点点 也是啦 是不是 当然你会担心他 譬如说他可能工作到四五十 所以他才买房子 是不是他的收入不够 不够还这些钱 对不对 那就搭配到我们之前讲 那是不是有些社会住宅 的方案 B 就是我们讲的方案 不是现在传统的社会住宅 是另外一种方案的社会住宅 让这样子的人 他也可以去买房子呢 嗯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会是 比较好一点点 好不好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Bye